講起 Gaming Laptop 很多人都會想起 Alienware 都是很多人喜歡的機器 不過便宜一點 但有著 Alienware相近設計語言的 Dell G 系列 Gaming Laptop 又行不行 我們今天來看看 今天會和你分析一下 Dell G15 和 G16 的體驗 設計看起 Dell G15 是塑膠機身 這隻塑膠是粗身一點的質地 它今代有三種不同的顏色選擇 我手上這隻是紫色和綠色的混合 我覺得是蠻好看的 而入門機市場 其實沒有哪一部會特意製作特別顏色的機理 而 G16 主要是塑膠機身 不過面蓋是鋁金屬質料 而機身塑膠打磨得比較好 摸上手手感也好 還有 Logo 光打下去會有彩虹色的反光 G Logo 紫色在旁邊角位 背面的散熱片也會有配色 機身整體四方形 線條的突出 後座位好像 Alienware 很喜歡大大塊的突出 看起來也算有型 尤其是 G16 我會比較滿意 螢幕 鍵盤面 膠位都結實 沒有變形的問題 不過重量兩部都偏重 充電器也比較大 兩部重2.8KG 連上充電器就4.5KG 插孔左邊是RJ45GB Ethernet port 一個3.5mm 右邊是兩個USB-A 後面是HDMI 2.1 一個USB-C 3.2 Gen 2 一個電源頭 一個USB-A USB-C不支援PD充電 USB-C可以支援Display output 亦都可以用到XROW GPU去推 不過就一定要經NVIDIA Optimus HDMI就接入獨立顯示卡 螢幕DELL G15是15.6吋 FHD 16.9 而DELL G16是用16吋QHD 16.10 IPS螢幕 兩個螢幕都是165Hz 兩部機的畫質相比 DELL G16是2K螢幕 看起來第一眼比較 畫質或體字都會比FHD螢幕的DELL G15 Sharp和Detail DELL G16是16比10比例 上下空間會多一點 所以用來工作或打機看的東西會多一點 會舒服一點 底的黑巴也沒有那麼闊 色彩表現 我手上的Model色彩大致上表現一樣 大家都是SRGB 99% Adobe RGB和DCIPV 70% 亮度DELL G15最高400Nits 而DELL G16我手上的Model就300Nits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 DELL G16可以搭配QHD Plus 240Hz DCI PSV 100%螢幕 對於需要更好螢幕的人就多個選擇 而它的螢幕大致上 都是同價位差不多的表現 接著看看鍵盤 DELL G15是用4區RGB鍵盤 鍵身的質地是膠感比較強 而DELL G16是搭配Perkey RGB和Cherry MX機械鍵盤 這個鍵盤是挺高質的 第一下摸上手的感覺都已經不同了 鍵程也深很多 打字的手感和聲音反饋都好很多 現在Gaming laptop肯做機械鍵盤 或者類似機械鍵盤手感的機器已經很少了 還要這個價錢肯比起來 我覺得這個位置就不錯了 關於鍵盤的RGB pattern 你可以在Alienware Command Center自由控制鍵盤的燈光 接著到觸控板 兩個Track Pack都不算大 DELL G16的手感會比DELL G15好 不算特別好用 不過正常用沒問題 然後我們看看聲質表現 打開機身內部 DELL G系列是比較容易打開的 它用的是普通十字螺絲 比較容易扭和沒那麼容易畫牙 還有左右兩邊只要扭開的螺絲就會自動彈底蓋出來 連工具都不用用 機身DELL G15和G16大致一樣都有兩個SSD槽 其中一個是小版的2230插槽 還有兩個RAM槽 還有一個WiFi卡卡槽 散熱系統在後面 所以看不到 然後我們看看效能表現 這兩部機都是搭配i513-450HX RTX4050 115W i513-450HX是一顆10核16線程的晶片 雖然i5的CPU看起來好像差一點 但其實效能不錯 入門機款很多時扣走的就是散熱表現 所以很多時候它試在i7好像很厲害 但因為散熱問題 它到最後會降頻 它未必每部機都是那一回事 這部機就交足功課給你 CPU效能以入門電競機款來看是不錯的 在Dell G16裡面 看看Cinebench的效能表現 它可以全程推到110W左右 Clock Speed也可以全程4.5GHz 這個表現在Laptop來說是蠻理想的 而Dell G16和Dell G15相比效能會好一點 可能因為Dell G16的散熱系統表現會好一點 Vray和Blender的跑分表現 比上代RTX3060機款相比都有提升 雖然提升不算很多 不過我手上這兩個Model是今年最入門的兩部 所以其實都OK的 然後我們看看遊戲表現 如果跟上代同款的RTX3060相比 3D Mask圖像效能測試提升了幾%左右 不過光追表現就沒有RTX3060那麼好 都是相差幾% 幾隻測試的遊戲Monster Hunter World Apex R6這些表現就會有明顯的提升 Shadow of the Tomb Raider 和刺客信條等等這些表現分別不大 如果是Cyberpunk 2077開光追 因為今年有Frame Generation 又去年玩不到 到今年可以順玩都有70fps左右 表現都頗理想 今代RTX4050這個Model 可以應付到絕大部份 FHD 3A大作和開光追玩 不過你看到Dell G16和Dell G15 在遊戲表現來說其實差不多表現 不過Dell G16用的是16比10 它玩的Pixel是比較多的 而QHD畫質就不至於很差 不過就不太流暢 如果搭有Frame Generation的遊戲就會好一點 不過如果你想要QHD畫質有最好的表現 就要看RTX4060的Model 然後我們看看散熱表現 雙敲壓力測試下開啟G Mode 可以全程推進195W 它可以頂到長時間壓力測試而不按頻 表現都不錯 要推到這麼近 熱就大概都會熱 表面溫度 鍵盤頂部50多度 鍵盤位中間40多度 旁邊和手枕位就不熱 所以用來就會覺得鍵盤中間的部分會有少少亂 但整體都不算熱 G16的散熱會比G15好一點 效能表現會好一點之餘 溫度也沒那麼熱 看過其他Review 就算它這部機器用其他CPU的Model 它都推得很足 而溫度控制都控制得到 所以SPEC來說 照計i7、RTX4060 是會有比較理想的效能表現 接著跟大家說說風扇聲音 風扇聲音就算開到G Mode 其實都不算特別吵 用來就不至於太大聲 我覺得可以接受 效能模式日常工作都比較靜 是要推遊戲才會大聲一點 至於Balance Mode和Quiet Mode都蠻靜 接著看軟件 Alienware Command Center的介面就不同了 容易看到現在系統發生什麼事 你也可以在遊戲中看到你吃多少效能 用落在試用期間就穩定了 似乎就沒有之前上手那麼多軟件問題 不過我試落都不是試了很久 不知道長期會怎樣 續航力部分 Dell G15和G16都是用86Wh的電池 跟大家試過Procyon 即是PC Mark 10的續航力表現 它的表現就不算很理想 因為始終都是Intel機 看來都是要Intel繼續 搞到它的Power Efficiency 才會有增加 這次跟大家看了這部Dell G15和G16 整體來說入門機定位是比較大 但它的效能表現和散熱都蠻不錯 機身蠻帥氣的只是大了一點 如果價錢再便宜一點 我就會覺得好一點 還有它用一個輕一點的充電器 我就會覺得好一點 這次就這麼多了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訂閱按鈕 按旁邊的鈴鐺 有新影片的時候你就會馬上收到通知 我是Wallace 我們下次見 拜拜